疫情趋缓的12月 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持续致力分享爱 协同亚里文化艺术基金会连续第6年 送爱到花莲黎明教养院 送上满车的耶诞礼物以及点心 提前陪伴怨声共度幸福的圣诞节 疫情趋缓的12月 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连续第6年 1日上午由饭店协理林景全 协同亚里文化艺术基金会 送爱到花莲黎明教养院 除了有大有小的姜饼屋 还准备法国拐杖面包 国王派风潮高等金美糕点 要提前让院生想要五星饭店的圣诞礼物 每年12月我们第一件事想到 就是来黎明教养院 那今年呢我们也带了非常丰富的一些礼品 像我们新研发的这个国王派 还有一些姜饼屋 还有一些拐杖品等等 那最主要呢是我们带了这个 闪亮亮的姜饼屋过来 希望在这个整个一个12月份 圣诞节的这个佳节里面呢 这个姜饼屋呢能陪伴院生 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季节 那今年呢也比较属于是 12月呢也比较属于疫情稍微缓一点 那我们这边也热烈的欢迎 就是院生这边 院长在院生这边 到我们饭店呢去走走 踏踏青晒踏太阳 那希望说在整个12月到明年春节之间呢 利用时间过来 那我们今年呢除了就是 其实我们饭店一直在对公寓 还多所琢磨 那我们今年在年底有发起一个 理想起飞的陪读计划 那希望说在寿风箱 我们先以寿风箱为主 一些小学生 那家里有需要或者是爸爸妈妈 因为可能工作会比较晚回家 那我们会把这些小朋友呢 稍微集合在我们饭店 我们提供一个丰盛的晚餐 那还有大哥哥大姐姐 一些学校的一些师资 然后来在整个一个 傍晚到晚上的时间呢 陪伴小朋友去做好他们自己的作业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希望把这些小朋友的一些 生活品格等等这一些 还有一些作业呢 功课呢能做到更好 那以后呢 能回到乡里这边来服务这样 所以我们今年比较大的计划 那预计在下学期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执行 受益情影响 捐款减少的黎明教养院 也持续透过提供身心障碍者的 黎明庇护工厂 推出各项饼干礼盒 谢谢大家关心黎明教养院的需要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呢 的确是在善款还有物资的部分 也需要社会大众继续给我们支持 那在我们黎明的庇护工厂的部分 我们不但有圣诞节相关的礼盒 还有春节 我们除夕春节礼盒也开跑了 欢迎大家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跟帮助 因应圣诞节庆 理想大力推出期间限定贩售的 圣诞张饼屋 圣诞蛋糕等圣诞专属点心 林景全表示 饭店会持续致力和黎明教养院等 公益团体 学校单位的互动和社会回馈 传递温暖 祝福极关怀到需要的角落 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 记得讲帮远 火灵师报导 词福极关怀到